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貓 不知道看到這熟悉的畫面 大家是不是一股回憶湧上來了呢? 經典的坦克、飛機和駱駝還有那拿著內褲的老頭 讓人懷念的發起公播也是超超超超經典的回憶啊! 那些年大家在遊戲機上的童年 也就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合金彈頭覺醒 這款手遊上推出的不只是經典回歸而已喔 在橫向捲軸的玩法基礎上增加畫質 還有槍枝系統跟PVE甚至是PVP系統統統都有喔! 今天要替大家整理了遊戲入門必知的10件事情 包含遊戲的玩法、內容整理等等的所有整理一次講清楚 那麼在影片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下一支的影片更新喔! 好的,那麼我們馬上開始! 合金彈頭覺醒 這是由SNK正版授權天美工作室全新研發的橫版動作射擊手遊 經典的角色和武器跟關卡都會出現在遊戲裡面喔! 當然啦,都2023了 畫面視覺上的更新也讓原本別具特色的像書特殊畫風 進行了重新的呈現 在遊戲上來說控制也更加流暢 同時因應時代跟載體上的不同 遊戲有分為兩種操作模式 手動模式跟自動模式 接近大家熟悉的經典玩法 原汁原味的動作射擊 自動模式比較特別 它算是這個新時代的選項 本身會自動瞄準對準攻擊的敵人 但是遊戲的關卡內需要閃避的內容 依舊是需要玩家們手動自己去閃的 完全不是說自動就能夠無腦通關喔! 整體的手感上來說會比較像是彈幕射擊遊戲 從第一章節就能夠完整的呈現遊戲的特色 遊戲整體來說每一關都有不同的巧思跟內容 遊戲的角色總共為三人小隊 透過能夠切換來打不同類型的功能傷害 算法以角色人物頭上的血格算法來計算 每被打到一下就會扣一格 當血格扣完之後則會消耗復活的次數 原地直接復活 我本身相當喜歡自動模式的玩法 爽度真的超夠 前中期來說使用遊戲本身贈送的這三隻角色完全夠用 關卡的設計來說也不像其他遊戲只是刷刷刷 剛剛說到遊戲的每一關都有它的小巧思 舉例來說像是遊戲中有一些隱藏的寶箱 還有每關卡的小王他們的招式也都不同等等的 讓我一改過去對於手遊純刷刷刷的那種感覺 那遊戲裡面的英雄角色主要分為兩種類型 輸出的火力型與輔助的特戰型 火力型顧名思義就是擔任隊伍裡輸出的角色 每位角色的英雄技能也都不同 搭配的武器也不同 我覺得這個遊戲很有趣的是 可以透過搭配不同的武器槍枝 玩到跟過去不一樣的感覺 另外特戰型他們本身的技能被動 都會對隊伍造成爭議的效果 舉例來說 免費送了這兩隻女角 AO會讓隊伍所有的英雄重傷增傷增加 立本英里會讓隊伍所有的英雄著傷增傷增加 火力型的角色被動 基本上是所有的角色 都是對自己的個體的傷害增傷 所以主要帶著一位火力型的角色搭配兩隻特戰型的角色出戰是最好的方式 透過對戰的時候進行搭配 有的時候也會需要武器來進行打出四種不同的狀態 像是重傷、灼傷、冰凍、弱點 這些都是玩家們進行組隊搭配跟武器搭配後 來獲得更強力的隊伍配置跟玩家們需要去思考的地方 另外武器的本身可以透過加裝機心來養成增強 這些養成的角色所有的素材全部都可以自己打到 而且超戰的是遊戲的第二章打完之後 就可以獲得上述這三隻經典的基本角色啦 嘿嘿發現經典的回憶是不需要克金的想不到吧 還能夠玩到更多不同的變化真的是相當不錯呢 好接下來跟大家稍稍的介紹一下 比較有特色跟重點的三個副本 第一個追捕計畫 他是加入了Rogalike元素的闖關玩法 隨著玩家們的闖關可以累積更多的掛機獎勵 玩家們進入關卡之後會有時間進行倒數 需要在時間內不死亡便能夠完成通關 通關的時候可以從三張能力卡片中選擇一個能力繼續闖關 蠻有趣的是他這個卡面看起來是有各種不同的流派 技能暴擊類看起來都是穩紮穩打的加成 但是看到這個黑洞玩法感覺就超好玩的 選了之後進去裡面的黑洞會吸附附近的敵方單位 更在後面升級之後也會有更大範圍更強的效果 那其他的技能卡像是我後面也有選到 幾秒會射炮彈升級會射更多發的 可以說玩起來相當趣味也讓人想要一直嘗試的 大家可以選擇自己比較偏愛的戰鬥風格 如果上面寫的技能不喜歡還能夠骰掉抽星的 可是這個是有次數限制的喔所以還是要斟酌使用 主要這個玩法是拿來推關卡讓掛機的獎勵更豐富 當然本身也會在通關的時候取得獎勵 也是趣味跟休閒玩家們必須要記得來通關的關卡喔 再來是聯合行動 它就是可以跟朋友三個人一隊的組隊副本 大家必須要在限定的時間內挑戰特色的BOSS關卡取得獎勵 會取得的獎勵像是我們剛剛前面說的武器的機心 那進入隊伍之後三位玩家們需要各自的選擇能力 彈藥可以在7秒大幅的提升射速跟移速不消耗子彈 護盾可以吸引敵方的攻擊也就是開了有盾之外還外加嘲諷 急救可以治癒範圍內友方30%最大的生命值 看起來這三個技能好像都還蠻普通的齁 但認真玩起來我覺得拿著急救治療跟護盾的玩家們蠻關鍵的 打王的時候大家都會選擇跟自己能力差不多的 也就是打王可能會遇到大家進殘的狀況 這個時候負責開補血跟開嘲諷給輸出的人空間就很重要了 雖然是跟朋友們可以來一場大戰相當不錯的模式啊 那接下來是迷城挑戰 由於測試服的關係沒辦法展示給大家看 簡單來說它就是一個極致的生存戰 在無限的彈藥以及超高的射速之下 玩家們需要想辦法逃離迷城的束縛 順便提一下接機嘉年華經典的刷錢關卡 想必阿拉丁神燈大家一定不陌生啊 這邊可以刷到的經驗卡跟錢錢 比較需要注意的是上面有星星會影響到完美通關取得的獎勵喔 那俱樂部的玩法每天的千島是必不可少的 操戰的是它發工資送的是藍寶石 日常任務過一過可以取得貢獻值啊 可以免費換角色新物金鎬等等 特別是俱樂部裡面它活動送的還蠻不錯 甚至就我們剛剛提到的藍寶石 藍寶石跟金鎬子的誘因真的是有很大的吸引力啊 就等上市之後大家親自遊玩挑戰囉 那遊戲每天都會送兩次的雞腿也就是體力 可以說是夠大家乾的啊送的算是蠻充足的 每天也有免費的福利寶箱跟千島活動可以領 開服之後有禮包馬我會備註在留言區跟大家分享 不要忘記大家順手留下個超級讚讚喔 好那我們來說說大家比較關心的抽卡問題 這款遊戲基本上是不刷手抽的 比較偏向的是你喜歡什麼角色在配什麼槍 那這款遊戲的抽卡總共有兩種卡池分為英雄石跟武器池 無客玩家們抽的金鎬子可以抽一般池的英雄和武器 那有客玩家的就不一樣了 武器跟英雄的鎬子分為紅跟藍兩種顏色 也是特殊英雄或者是武器加倍的卡池 但相對的鎬子是不通用的這個是需要注意的喔 除此之外呢這個遊戲的保底啊 英雄是每挖60一定會出C4的橘色英雄 武器的部分每挖30次會出C4的橘色武器 挖滿90次會出史詩的金色武器 但是但是如果你提前拿到了上面 那他就會重新進行計算保底 我拿這隻測試服的帳號去抽 我自己體感抽起來算蠻容易出貨的 特別是英雄比想像中不用抽滿60抽就會出 那提供給大家參考 無客也能夠有保底算是蠻佛心的啦 那最後呢的環節要來跟大家介紹商城了 隨著年齡都增長呢 必須要說我現在真的是蠻喜歡這種打包各種不同禮包的商城 當然免費玩家的福利好康也有 但是嘿嘿作為一個大人呢 投資喜歡的遊戲禮包真的是一種不錯的選擇 這個遊戲手除就送紫色英雄伊娃 還可以聯領三天的好禮 那手除推薦我比較推薦儲值這一個 170元套餐限購的特惠 總共可以拿到300的紅寶石 那到神秘的商會啊買伊娃的信物 接下來剩下的紅寶石可以剛好把優惠熱賣的兩個60都買光 這是我覺得手除想要花一點小錢可以考慮的方案啊 提供給大家參考參考 好那麼整體來說呢 玩起來還蠻讓我意外的是細節上的蟲子 不只是大家經典的回憶都放在遊戲裡面 也讓遊戲的角色更加的活化 不只是原本大家熟悉的樣子 甚至可以幫角色換槍枝啊等等 這些都讓我覺得跟過去玩這款遊戲的玩家們 都很值得回來一玩 未來不只是PVE的功能 還會推出PVP的功能 讓大家擁有全新不同的遊戲體驗喔 合金彈頭覺醒 戰士集結故事即將展開 8月22日正式開服 趕快跟我一起重溫經典回憶吧 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我是小貓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超級讚讚 也不要忘記訂閱關注我的社群媒體帳號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大家掰掰